随着经济的发展,环境污染更加严重,已经成为让人们懂得懂的问题,医院的环保工作应该受到大家的重视,但是实际上,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好,为了生物了解卫生问题,我们已经对着小区的三所医院进行调查。 首先,我们大传统医学医院,这里存在着造生污染,为了减少造生污染,医院里种了很多数,但是效果还没达到。 车辆都非常多,卡车,大车车,摩托车,乌鸡车,车辆的迷迷声,给这所医院带来的其大的造生感,对病人治病有消息的影响。 医院的污染症状,栽植菌是最严重的,这所医院的处理废水工作还没做到, 回路坊旁边就是放飞水的地方。 这里的走廊,没有垃圾洞,大家乱扔垃圾,一来迎向医院的警官,二来造成环境污染。 这是处理飞水区,内气没有盖子,地下还有很多垃圾,热种子,细菌速度防止之处。 这围,我们还肯监很多管子,医院的飞水未经处理,就直接排放出去, 这会成为一条疫病获散的重要途径,因为医院飞水中含有酸、浅等有害物质,会害人体健康。 一流后面,我们找到了存着生活费物的地方,机箱非常可怕, 虽然有了一行垃圾洞,让人们把一流垃圾放进去, 但是人家还是在地上排放废弃物, 这里的废弃物包括油坠食品,塑料格子,一流废物等等, 这是苍蝇,耗磁繁殖地,是传染病传播源。 来自露天堆放,造成大量有害气体的释放,严重污染环境。 放来自的地方附近,是正在建设放有害物体出处, 这里把医疗废弃物分类为关系性的,感染性的, 供化医疗废物,看起来,这序很久以后,才可以用得之所。 到新疆中心路上,S楼附近正建设新工程, 热发出刺耳的声音,对病人回处病情,有消息的影响。 一所建立已旧的医院,平面可处理废物系统,挺落后的, 因此,医院的管理人员,应该有恰当地了解, 建一些先进的处理系统,给病人带来一个致病的好环境。 其次,环保问题已受到医院的重视, 198医院是典型之一,这里的空间给我们带来很深刻的印象。 大家好,我们正在198医院的诊设器前面, 你们可以看见这里远离致病楼。 给病人带来个安静的空间, 是恢复病情,友好效果。 医院移住了很多树, 大的、小的、零零怂怂的, 好像这不是一所医院了, 而是一座公园, 使我们感到轻松身心, 朝起蓬勃, 大有利于治病的。 除了水的系统专了盖板, 垃圾无法进去, 因此水源有所保证。 我们跟着一位劳工, 他正在去收集楼存的所有垃圾, 这里的劳工都想让 羊求吧医院看干净净的, 以便给病人带来最好的养兵空气。 我们已经对这里的一些病人进行调查, 问问他们羊求吧医院的 环保工作满不满意 医院是治疗和护理病人的机构 也先做健康检查 疾病预防等 每个患者在医院里 都抱着希望能够治好病 而医院就像一座城市 每天要消耗很多资源和能源 同时产生大量废弃物 有害于病人的治疗时期 由此可见 每所医院应该做好环境管理 如果每所医院都能做好这些点 那么医院就成为治病防病的好地方 让病人能够早日康复 身体健康 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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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正互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